小米的游戏本我在首发的时候做过开箱是i9加张4060显卡 这种组合并不符合主流人群的需求 关注我之前开箱的应该知道这一代英特尔的CPU性价比最高的型号应该是i71460HX 这个CPU才是符合主流用户需求的产品 那今天这个机器就是机器的表现其实没有悬念 因为之前开箱过i9的版本i9压得住 那i7自然是没问题的 那就非常简单的看看这个机器的表现 要特别说明一下这次这个机器不是我自己买的 也不是小米发过来的 而是另外一个和我们密切往来的一个芯片厂家发过来的 开箱完毕以后还得发回去 我就迅速的呈现一下它的表现 小米的包装箱的样子 机器的A面鲜灰色有一个logo 右边出风口A口SD卡槽 背后一堆接口两个出风口有限的网口 一二三三个USB口一个DP一个HDMI一个电源 左边出风口耳机耳麦口A口 那么机器一共有五个USB口没问题 立刻的样子没什么 机器厚度明显厚 脚天才桌面准利感很好 单手开合没问题 机器比较重我就不拿起来了 触摸板手感没问题 方向键大手感也没问题 两个回车键 遗憾的是加减号不在侧面 并且零也是小的 电源键在角落手感和其他键也是一样的 整个机身的边缘是没有个手感的 屏下方的是两指半 屏的开合角度 机身的刚性会有一点点形变 电源设备器很大 330瓦1170克重机器2680克也重键盘是RGB光效 并且是单键RGB A面的logo也有光效 还有这里光效可以控制台自己调节 蓝色绿色淡蓝色全程都会放在狂暴模式上 首先这个CPU是八个大核八个小核24个线程 二级缓程24枣三级缓程30枣 这个CPU对应在台式机上就是i713700K 所以只要供电和散热给够 性能一定是OK的 主板的BIOS版本是5月10号的 CPU的PL12是140瓦和190瓦 内存是16G 是两条海力士的8G的5600 硬盘是长江存储的PC300ET 五线网卡是Intel的X211 屏是添码的16寸的2560×1600的分辨率 就16比10的比例 240赫兹的刷新率有独显值链 4060显卡是140W 整个配置没有原则性问题 但是有遗憾的点 就是没有用PC411硬盘 没有用16G的单条内存 两条内存数据很好看 很讨厌一些手机品牌的性能控制台 只要重启过以后 就会变成均衡模式 我发现跑分不对浪费了20分钟 CPU的跑分23多核10分钟是23238 这个跑分很好 要是的同样的CPU低7% 上一代的1360HX低20% 这个提升也是比较明显的 AMD的8845H低24% 光影的i713620H低32% 红米记之前开箱的i9高20% CPU的跑分只是看这一个就行了 就可以确定没问题了 单核的跑分是1959 这个跑分也没问题 红米的i9高9% AMD的8845H低9.5% CPU的全部跑分应该说还不错 就像开头讲的 这个模具用来压i9的 压这个i7自然是没问题 3DMark显卡的跑分是10837 这个跑分的一般般 跑分的时候显卡频率是2.625G 小米的控制台里面 还有一个模式叫GPU加速引擎 把它现在打开 再跑一次是11309提高了几百分 跑分时候显卡频率是2.76G 这个玩法就是硬拉高显卡的频率 但是翼龙的4060还是高1.1% 极光X的4070高15% 台式机的4060T高20% 7700XT高51% 显卡的跑分没问题 高低一点点也就这么回事 现在跑30轮的R15 最大值3627 最小值3472 一共降了12334轮 后面恢复到3500左右 总共差值是154算是正常表现 新版鲁达是188万总分CPU95万 老版鲁达是总分83万CPU30万 可是工厂转换视频是89秒完成 和钥匙的同样CPU是一样的速度 台式机的i5快一秒钟 红米的i9快14.6% 上一代的1360H慢19% 最右边最慢的是i713620H慢40% 这个CPU很好 但是要看价格 剪映剪辑视频CPU百分之十几的占用 显卡占用百分百 35秒完成柱状图看着有差异 其实差异非常小 AI绘图100个图 CPU占用百分之十几 显卡占用百分百 四分27秒07完成 这是一个不快不慢的速度 4070快22% 4080S快倍多 4090D快很多很多 1万多行电子表格转换字体 CPU的占用看不出来 一个线程有占用 频率很高 5.0G左右 46秒完成速度不差 不过坦白说这方面用途还是i9更强 i9快16% 有光影的i7慢慢支持3硬盘的跑分 4756正常表现 开始烤机单烤CPU 刚开始160瓦一瞬间 很快降到140瓦左右 环境温度24.5度烤机22分钟 稳在130瓦 93度大小和4.1G和3.4G开始双烤 再重复一下是狂暴模式和GPU加速引擎打开 已经烤机了一个小时10分钟 显卡是2.46G 2.5G左右的频率 80度显存也是80度 CPU是74度76度左右 60瓦大小和频率 2.7G和2.4G上下一点 噪音在人的位置57.8分贝 在机身上61.1分贝 插线板上275瓦 噪音里面没有异样的声音 噪音的频谱 单口显卡频率没有变化 温度低一点点 烤机的这成像 工业软件测试 我做了横笔的表格 红色好绿色不好 这个机器有两项红色 屏幕亮度 543 535 515 549 自7216 139 505 496 机器拆开以后和i9的版本是一样的 也是三条热管 两个出风口 两个风扇 最后一堆接口已经排满了 这个机器 其实我怎么看都像拯救者 这个下面的是两条插拔的内存 这是主硬盘 这是重盘的位置 两个都是2280的长度 没问题 这个下面是武器网卡 80瓦时电池 两边扬声器 内部就这样子 如果是我来做 我一定会把扬声器 再做好一个档次 外接的采集卡用来录制游戏 内外屏都是独显直连在4060上的 跑几个游戏 这是刺客信条英灵电2K的最高画质 显卡74度2.775G频率 79帧帧数很好 和i9的版本是一样 同样配置的钥匙低7.6% 极光X的4070也只高10% 台式机的7700XT高30% 古墓利益的2K最高画质 CPU的频率4.8G左右 100帧和i9的版本也一样 翼龙的4060高一帧 极光的4070高14% 台式机的7700XT高32% CSR1080P最低画质 阴影最高 403.5帧 帧数很好 这个游戏不同的CPU 带来的影响非常明显 李强惠普的光影时 i713-620H 加上4070 反而比这个机器还低13% 拯救者的i713-650HX 是上一代CPU低14.6% 这跑一下坦克世界的 2560×1600最高画质 帧助没问题 操作感受也很合很跟手 机器的特点非常容易总结 因为它的优缺点太明显 连续散了25的总分 它是三款同样CPU的机型里面表现最好的 显卡的表现也是同样的4060机型里面的 佼佼者第一梯队 但你们一定要知道性能是什么换来的 是重量是厚度 这个机型模具的设计 在我的猜想应该是被拯救者的成功带了节奏 问题是拯救者已经不是标杆了 最新的方向应该是更加轻 更加安静 更加精致 所以进入一个行业以后 一定要有预判 一定要做自己 不过这个机器除了重量和厚度以外 倒也没什么问题 这块屏很好 接口很好 键盘的布局略有遗憾 噪音相对那些优秀的机型偏大 但是没有异象 然后价格7299比i9的版本便宜了1700块钱 按说没这么大差价 还是拿态度出来了 这个价格也打平了三线的品牌 所以价格没问题 那么机器唯一的槽点就是厚重的问题 这个完全在你们自己考虑了 好了机器呢 因为是要还给某个芯片厂家的 不能开箱机折价了 那就这样的开箱完毕 再见